今天上午淡水区的新兴国小福射幼儿园举办一场年度大戏 消防表示今年主题是行行出状元 总共分成三个戏剧节目 包括了颠覆传统童话故事的五只小狼与大坏猪 分别由幼儿园的三个班级小朋友来演出 不论是道具表现都非常亮眼 一群小朋友在台上身穿着是五颜六色的服装 准备要来进行戏剧的演出 由淡水区新兴国小福射幼儿园 为了展现出小朋友在这一学期的学习成果 以往都会在每年的岁末年终之际举办这一场年度大戏 让小朋友与家长自己DIY服装 再经过老师们所写的剧本进行演出 许多小朋友都觉得非常新鲜 而校长表示今年主题是行行出状元 共安排了三大戏剧的演出 那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行行出状元 那在整个过程的部分呢 我们透过一些一系列的活动的探索 绘本的导读 甚至一些剧本的一个撰写 让孩子们亲师生共同来创作道府跟道具 然后一起来上场演出 那其中每一个孩子都是主角 每一个孩子都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多元的学习 让我们新兴国小的幼儿的发展 能够全面的一个做一个发展 小方表示今年主题是行行出状元 总共分成三个戏剧节目 包括了颠覆传统童话故事的 五只小狼与大坏猪 虚子大开口 以及小鸡睡前故事 分别由幼儿园的三个班级小朋友来演出 不论是道具都表现得非常亮眼 回家做孩子就开始很期待说 妈妈我想要做裤子 我想要做裙子 或者我要做吊带裤 吊带裙什么想法都有 那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 就是跟孩子一起讨论 然后一起分工 然后孩子都很用心 就是在老师的指导教导之下 每个人都会运用自己 已经学会的一针一线去缝去黏 然后就完成了这一套 一套非常漂亮的服装 看到小朋友身上的衣服 还有许多动物造型 道具都是由老师与小朋友们 还有家长在过去一个多月的努力之下 所得的成果相当精致 而身为家长会长 同时也是幼儿园小朋友的家长表述 不只是这些服装一起DIY制作出来 小朋友都非常期待能够表现给大家看 藉由每年度所创作的不同主题 培养孩子能够有肢体创作 道具设计的能力 让小朋友在多元智慧下 能够健全发展 留下美好回忆 记者许多安一带去采访报导 感谢您收看 我是主播徐端艺 我们明天再会 是主播徐端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